买新车的时候如何避免踩坑 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合同来规避 今天交给签购车合同的六大技巧 让你能躲避至少90%以上的套路 建议你点赞分享给身边要买车的朋友 第一 在合同里一定要把价格明细写清楚 越显示越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什么裸车架 购置税 保险费 上百费啥的 凡是涉及到收费的明细全部写上 最后还要注明一条 除以上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费用 这样可以避免今后的二次收费 如果不这么做 等你今后提车的时候 明明前边已经谈过并且收过的费 被他们一忽悠 稀里糊涂的又去交了一次 那就亏死了 第二 在合同里要明确注明赠品是什么 你别只听他们口头上跟你说 有什么什么赠品 等你愉快的交钱购车后 等提车的时候又没有这些赠品 你去找他们 他们还不承认 那真的是比车苍蝇还恶心 另外 购车最实在的赠品是免费的保养 机油 最好是加油卡 因为4S店里的赠品 都是批量采购的 质量并不是想要做的那么好 但是价格却虚高的厉害 所以在买车的时候 尽量去要前面说的 实在的赠品 读吗 第三 如果你买的是现车 那么在合同里一定要标明车价号 因为车价号就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 是唯一的标识 以免他们给你调包 第四 合同里要注明不要试驾车 不要运损车 不要瑕疵车 不要库存车 那么什么是库存车呢 一般国产车超过三个月 进口车超过六个月 就可以算做库存车 但是对于定义库存车的说法 各不相同 所以最好在合同上注明 提的新车生产日期 不超过多少个月 如果超过了 有什么补偿都要写上 因为库存车也是可以买的 但是优惠幅度要大一些才行 第五 一定要写上交车日期 并且要精确到哪一天 如果超过了 怎么补偿 或者怎么退钱 都要写清楚 这样可以防备 要是车涨价了 他们会优先把车 卖给涨价后的买主 却只是不让你提车 第六 也是很多人 论不清楚的一点 买车到底应该交定金 还是定金呢 一般情况下 摄氏店都会要求 你交定金 因为定金不能退 当你交到定金后 摄氏店也必须 兑现合同上的承诺 要不然你可以要求 他们双倍返还定金 而定金是可以退的 如果摄氏店 是让你交定金 说明他们自己 有些承诺都拿不准 比如一些畅销车 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拿到车 因此无法给你承诺 具体的提车时间 这种情况 退定金给你 但是不用退双倍 所以在签合同时 你自己一定要弄清楚 是不是就确定 买这款车了 如果是就叫定金 如果还拿不准 最好就叫定金 这样自己有回旋的余地 好了 你认为以上内容 有用就点赞 没用就评论去见 最后问题来了 你买新车被坑过吗 关注我 每天学习一点 有用的汽车知识